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的演博士请到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石与石老师 欢迎石老师 还有三位生活观察员老师 欢迎三位的到来 今天我手里拿了一捆葱 这葱看起来质量不错 跟咱们平常在家里吃的葱比起来不太一样 这葱来自大葱之乡 山东的张球 今天为什么拿个大葱开场呢 不是因为这葱好吃 是因为今天走进我们节目寻求帮助的女士 跟这一堆葱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今天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走进节目中求助的当事人来自中国的大葱之乡 山东张秋 家里一直以种大葱为生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质朴的农村妇女 见到边岛后却不停哭诉 说家里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 他欺质了吗 他两天又是欺的好又愁的好 你说是那葱也买不了都懒了 懒得这么些葱 也投资了 也交水了 连钱都买不出来 我讲你 我这孩子他爸爸 成天你说唱歌唱歌 你说是他怎么唱的 你说那葱我看他现在也不行了 他得想办法去水挣了个钱 他不得什么大工挣了个钱 他不能挣了种葱呢 挣了种葱我看他是不行了 你看他冬天就值得唱歌 你看他 他带着 带着他唱了 带着他唱了 你看 你看他 就值得唱 原来让王女士如此生气的原因是 自己的老公特别热爱唱歌 还有一个执着的歌星梦 他找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劝劝老公 别做白日梦了 跟他在家里做个本本分分的农民 通过刚才的小片 我们了解到了在家里面 种这大葱的王女士 对自己丈夫的这个梦想太不满意了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不就是唱唱歌吗 是吧 唱歌是一多好的事 人唱歌爱着你什么事了 你就那么不高兴不满意的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王女士 来 掌声有请 你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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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要自我介绍 我是山东长区的 今天我来呢 就是没法过来 准备和老公再离婚 今天你来是要准备跟老公离婚的 别激动 别激动 大姐别激动 你这个 在家种葱是吧 地道的农民 刚才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就觉得 活不少干 那个手就跟锯子一样 特别的粗 劳动人民的手 为什么要跟老公离婚啊 他整天光顾的唱歌都 都不好能干活 咱们管热的来都 也不想办法出去 想打工去挣了点钱 天不天不讲你热的 就光迷着唱歌了 就光迷着唱歌了啊 不出去挣钱是吧 你是反对他唱歌要跟他离婚 还是他不出去挣钱 你要跟他离婚 我反对他唱歌 反对他唱歌 您家里的生活主要来源 就是靠种葱吗 主要反正就是种葱 这么种地 那你主要反正 这么种的葱 价格好能断买了个钱 价格不好 反正是这一年就不好挂 你们张秋的葱很有名啊 几亩啊种了 种了五六亩 五六亩葱 一亩葱大概一年 收入能多少啊 哎呦收入没法说了 你看 这不 今年才一亩地才卖了四五百块钱来 一亩地才四五百啊 往年一亩地能卖多少啊 往年一亩地卖个三千两千 今年才卖四五百 四五百都不够呢 费料钱不够水钱 哦那等于说今年的这个种葱 等于卖不出价了 卖出去了吗 都卖出去了吗 也有没卖出去的 还有一般的 还没卖出去 还有一半没卖 眼看地里辛辛苦苦种下的大葱 都长出了葱花 王女士十分心痛 这一季的惨淡收购 让他们入不敷出 但是采访时我们却发现 别人家的葱 也没有像王女士家卖的那么差劲 您家种大葱了吗 种呢 您家种几米大葱了吗 种三米 那个今年卖了有多少 卖了六米 一米的七八百 这还行啊 还行 究竟为什么他们家的葱 卖的不如别人家好 而这又跟王女士 爱唱歌的丈夫 有什么关系呢 让她下定决心 要离婚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愤怒和埋怨 让我帮助你 继续为您讲述 她干活的时候 她干得干得 她又骨头 然后她又抓断了 她也干的时候 她那心又不得那干活 然后是横横地唱歌 明白了 就是她干活的时候 因为唱歌不专心 所以种不好 是吧 所以就不想让她唱歌了 是 不想 在家里经营跳也不行 家里 家里又没有钱 经营收了又挺低 你唱歌能唱了 你唱不是 不是北长吗 你北大吗 你唱老百姓 还唱过的啥钱 老百姓唱都是不务正业 你是觉得 你是觉得因为她不务正业 所以你想跟她离婚 是吧 是 就是家里日子过得没 别人过得好 是不是这意思 嗯 哦 她都在哪唱歌 就在地里唱歌吗 哎呦 你说这个 来 有参加选秀的 她又 她又迷到这个 然后她又快跑到去 人家 哪有选秀节目 说得海选 她又 她就去 她嘴上啥话都不干 她又去参加那海选 哦 我明白了 您不是反感的唱歌 是反感的参加选秀节目去唱歌 是这意思吗 那你老公上过电视吗 上了回电视 上了一回 嗯 那上了一回说明天唱得还不错呀 唱得和啥好 我没听出来啥 没有听出来啥好 那么把她老公给请出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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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大气磅礴的西部放歌 获得现场所有人的一片叫好 而这位演唱者就是王女士口中 不务正月的丈夫 袁善助 金龙五十岁的老袁 是个以种大葱为生的农民 但是天生一副好嗓子的他 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近几年频频亮相于各种唱歌选秀节目中 被大家称为大葱哥 但是当他在舞台上频频获得掌声的同时 家中的矛盾却越积越深 刚才你二人也说了哈 你们就是种地的对吧 哎就是种地 就是种葱的是吧 种大葱啊 这个他说你这个 种葱的时候一心二用 把葱也给勾断了 有没有关啊 有啊 有啊 这个 其实有时候那个 刚才刚才活呢 就广梭那哥打唱嘛 我就是把葱从得勾断了 他说现在比较反感你是说 你全国各地哪有啥海选你就去啊 为啥非要上电视去唱呢 反正我从小年我就喜欢唱 小男以前的时候吧 就唱到外也没什么机会上电视 也没有人 也没什么舞台 就是想起来就感觉到 这当地政策 情感这种农民啊 这种机会 也看到了很多人 也能看到在台上也能唱歌 对好像你们山东出了不少 这个草根唱歌了 什么大一哥什么的 是 你就因为看他们都火了 你也想火 对 有时候我感觉到我唱的也能行 那你能特明确地告诉我 你唱歌到底是为了什么 第一个目的 反正我觉得 马苏苏维维的 完全就是农民 他就是种地 现在有这么一个政策 我就很想到全国内面 也能听到 也能听到一个 种大从的一个农民的歌声 哦 让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 对 这就是你的梦想 是吧 对 第一个目的就是 也能希望你 我唱歌 你能得到 别人的两颗 也能 要家户口 也能生活 哦 这是从一个 种地的农民 变成一个专业歌手 对 这是我所希望的 我梦想的 就是靠唱歌挣钱呗 对的 我能想 要家户口 能能生活一些 爱唱歌的老袁 一心梦想着 自己有朝一日 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为人们所知道 他的这个梦想 在草根明星 层出不穷的今天 并不是痴心妄想 大一哥 草帽姐 山楂妹 他们也都是从一个 普通的农民 经过选秀比赛 成为大众喜爱的明星 那么大葱哥的 妻子王女士 究竟为什么 对他唱歌的这件事 会有如此坚决的 反对态度呢 那你现在挣钱了吗 你还做不到 你还少了 从来都讲 你都不是管 你还唱歌的 你可能了 你说你唱的 怎么唱 你挣过钱吗 唱歌 其实我也挣了一点 挣了一点 挣了一点 我给他钱 我给他过钱 你把他挣 他能拿这么的钱 不会害得就下飞的 不过讲一话小的 他成年 他一选 来哪一个节目 讲一话不干 他就跑了去了 跑了去了 不得吃 不得喝 不得吃费 现在的工厂 得签了十两万的 这好 先回头 刚才就 家费的时候 就只能借钱 家里欠了十几万的外债是吗 当年 一年得花 家费费 家费生费费 一千一两万 还有点小的 讲一手 除了不喝 真是就没法管 他一时候 他一小的 他都想着唱歌 连别的男的 都能出去打工 只能挣两千 他一度闲的时候 他更想着唱歌 他不想去挣钱 这我听明白了 等于在你们当地 除了种葱之外 农闲的时候 家里的壮劳力 就要到城里去打工 然后来挣钱 是吧 你们家这男人就 就不干这个 他就整天想着唱歌 是吧 是这意思吗 是 他光想唱歌 还得不像别的 大哥你知道 你们家有这么多的债吗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那知道你咋不 像其他的 家的男人一样 你也去打打工啥的呢 反正他就愿意 光着我再家里赶活 再家里光 和他一对 在家中的结局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我这人活着 我觉得 我也 我也 我觉得 我得有追求 人活着得有追求 是吧 大家我问你 这个 欠人那么多债 你怎么还啊 以后总想的 在外面的活着 种地 种活从看 能捧个好价格 都要得还吧 农闲的时候 你会干嘛去 初恒我是经常打打工的 今天 往来 今天把八草 多少挣两万钱 今天 快分葱 多少挣两万 等于你要像一个 男劳力一样的 到地里面 帮别人去摘葱 干的都是这些体力活 是吧 就是完全靠你一个人 干体力活 是 那您这农闲的时候 您干嘛啊 平时我本来就是 唱歌练歌练得多 心疼不 还是那句话 你没有追求 没梦想 活着也没啥意思 那爱人也说了 说你要再唱歌 就跟你离婚 你还唱不 就是离婚 我就四眼的唱歌 我唱歌 我就是唱听了 我就是唱歌 你看嘛 你再唱那边 没法过来 家里没法过来 她如此反对 丈夫唱歌的原因 是家里已经负债累累 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 农民家庭来说 十万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为了还钱 王女士每天起早贪黑 忙完自家地里的农活 还要额外去别人家打工 来赚取微薄的酬劳 每天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然而 作为家中顶梁柱的老员 却从不把妻子的 这份辛苦放在眼里 沉醉在自己的唱歌梦之中 这也更加深了 夫妻之间的矛盾 节目现场 大丛哥宁愿离婚 也要唱歌的一席话 更是让妻子再也无法容忍 离场后的李女士 在心理专家石老师 和编导的努力劝说下 终于同意 到第二现场继续录制 将两个人分开后 我们的调节 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 大丛哥在妻子离场之后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他会如何为自己解释 让我帮助你 继续为您讲述 你怎么能说这话 你怎么能说 死了也要离婚呢 你说两句软话多好啊 他反而是 就光让你去 我在家里和他赶活啊 就是光让他赶活 在家里种地 从他中猴啊 你平常在家里 他说你不干活 你平常在家里都干啥活 你能跟我们说说不 你平常说也种活 我就干 你腿吐了 他就是 你想我栽葱啊 抓葱啊 我从你来说 我抓葱和栽葱啊 是最快的 抓葱和栽葱是吧 你能够我们演示演示吗 就是我从你 从你 就是空闲的时候 我来来变了一个 我得根据这个葱葱 啥种的到收获 这么一个过程 我按扁了个 这么一个舞蹈 就是大葱舞 下面我就大家演示演示 好好好 哎呀 你看这个文艺细胞 你怎么一说 这个你又活了 人按掌权大葱 从那个杀中到收获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舞蹈 就这个feel 二爽 二爽 这个feel 二爽 二爽 爽爽爽爽爽爽 这是抛头 给打出 天的火亮 地是那么荒 心是那么荡漾 心是那么浪 歌是那么悠扬 全是那么荒 看什么都通 快点 我就是爽 海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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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放 就这个feel 爽爽 你们鼓什么掌啊 就这葱苗不是全给踩死了吗 这这这这这不是全踩死了吗 难怪你夫人说你 这是抓葱 刨葱 刨葱啊 这是肿胸肿的保鲜的吗 撒到地里 这是什么死 撒到地里 这是栽葱的时候 对吗 栽葱 整天你夫妻不好 人干活 他把活算 把这个来 除了你看 把干活动 在编个舞 把他出了 唱 不但唱歌 还会编舞 他把活算 麻烦 爱人 怎么样进行 别唱了 你唱 你唱好 这个可以赶快的 我就唱 管不着 管不着 可以赶快的 你俩唱 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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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了 大葱哥 依旧唱着他的歌 妻子继续 为此满腹怨气 两人的生活 几乎每天都处于 十分紧张的状态中 一边是对梦想的执着 一边是坚决的反对 我们的调解该如何继续 大葱哥和爱人 又能否重归于好呢 你觉得他为什么 那么烦你唱歌啊 其实唱得也挺好 他为什么那么烦你唱歌 就是孩子大了 一年光学费一万多 再加上生活费 这两万多块钱 假年还在 假年还在过日子花钱 说实话 我真的挣不着 也挣不着钱 我还对这个唱歌 我就很喜欢唱 你爱人这么反感 你这个练歌 你敢当着他练吗 在家练 在家练 他是练唱不着唱 一唱他就吵 他就麻烈 那你咋办呢 反正有时候早晨 不明天的时候 我都起得很早报 我就从那村 口上女子上男朋友 跑她手里路 然后远远的 那个里到那村 也很远了 你练歌的时候 村里那练停不见 我就远远的 在那里练 学歌就是靠听吗 就是听 从小的时候 听了就是能按错 你那个话打光 我喇叭 走成你 他就放音乐 我就停 听他唱 到了在 在以后呢 结婚的时候 他要了一千块钱的彩礼 我和他商量的 就给他七倍 给他七倍 和他生出三百块钱了 我就买了一个 演无拍的那种录音机 那时候 人家我就 没了四代 我就反复地听 就是一杯扁 一千变 你年轻时候唱歌 他不反对吧 年轻的时候他不 他应该挺爱听 对他也挺爱听 那为什么人家 现在就不爱听了呢 现在就是外婆 还得打了花钱 那你不觉得 他又要打工 又要种地 经济压力又这么大 你不觉得他辛苦吗 是啊 就是我也 有时候 很多时候 我也想 他确实也不容易 年轻时 轻松快乐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大葱哥爱唱歌的爱好 在现实的压力下 也渐渐成为了 妻子心中的一根刺 也成为了夫妻俩 频频争吵的主要原因 想到当年 妻子对自己的支持 和家里如今的生活困境 大葱哥也向主持人坦言 自己深知老婆的辛苦不易 这让在第二现场 听到一切的王女士 落下了眼泪 梦想与现实 她到底该如何选择 我们的帮助 该如何继续 让我帮助你 继续为您讲述 那你觉得就是 你们家这三口人的幸福 加上你是四口人 这个重要 还是你的梦想重要 这条问题 曾经有一段时间 而且我也很痛苦 其实还心情很不知自为 觉得咱一个男人 咱也没见到一个 做男人的家庭 咱来对孩子对老婆 哎呀 我确实有时候 觉得很为难 有时候 但那唱歌呢 我就不放弃 曾经那两个孩子 也生过气 那意思是 念变连连连的 就是巴巴豆豆 就为了来咋 我就喝 啥也不管了 但是我东西呢 这次 把你往这儿 很想唱歌 我也很希望 我也很希望 有点脸可望 能帮助我 我一定好好地唱 你们村里人会怎么说你 我相信有不少人会说 你不务正业吧 大哥 是啊 村里来年 很多人也觉得 本身在那个 成天场成天啥的 在南农村里说 就是不务正业 你真有说 能挣着钱还行 你挣不着钱 你胡唱八唱 那边就是 就是不务正业 反正是 不打得过去 还不打得 不是不管日子 就是 心里委屈不 是啊 有时候 就是很难过 就是 觉得 咱唱歌 觉得也 这是会心 我觉得我就喜欢唱歌 我别的也没什么 也没啥 不合的爱好 而且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就很想 很想唱出去 这咱 有些时候我也很想 很爱对他说 我也很想 唱油天能唱出去 这咱农民能整口气 整广 就是为这个 咱家 你也能 整口气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都从来没说 我们那村 南面的有一个寺庙 我就跑到那个寺庙里去了 跑到那个寺庙里去了 我就说 我就 我就不想活 我觉得 活得这么意思 他不让我唱 我说 我很想唱 我就唱那个寺庙里去 我和那个房障 我留着一个房障 我说 你把头发都 我就觉得气了 我说 我就不想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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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活得这么意思 结果那个房障 就说 你啊 你有两个孩子 你有责任 就说 你有一个责任 你们完成 就说 你作为 一个丈夫 就一个父亲 他说 你现在 你不先走这路 所以我说 这个事 真的是 我一个男 在这个50岁男人的眼泪中 我们看到了 大聪哥的梦想 和家庭责任之间的 艰难抉择 以及他内心深处 满满的无奈 多年来 大聪哥一直承受着 来自家人 邻居的巨大压力 这样的压力 甚至让他一度 濒临崩溃 看到丈夫 在节目现场 如此痛哭的样子 王女士生气的同时 又感觉到心痛 说实的话 我有时候 我也听到 他闯的 也都不怒 梦想与责任 大聪哥 到底该如何平衡 二者的关系 现场的观察员 和主持人 会给他怎样的建议 让我帮助你 继续为您讲述 其实他这段 让我们感觉到了 他内心的这种焦虑 我又有梦想 我又有这个 家庭的责任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非常的无力 我也很无奈 你们咋看啊 男儿有泪不轻弹 主持人 刚才他掉着眼泪 是真心的 真心的 他又对唱歌热爱 又对老婆也爱 他唱歌目的 就是多挣钱给老婆 实际上 现在就是老婆不理解他 这个这个你你这个扣是在这儿了 我呀给你个建议 给你示范的跳一下 你看我怎么表演 你注意 吴大爷怎么表演 大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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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葱就是好 大葱老婆我都要 我也都要 那明白了 其实观察员给到的这个意见是说 最核心的东西 重葱也好 唱歌也好 有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你得把老婆给红好 对吧 你不能弄到老婆没有了 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啊 我听着她的歌以后啊 我觉得还不错 我挺支持她的梦想 我觉得她还是务实点 好好回家 跟她老婆过日子 好好种地 你不会觉得女人都太现实吧 啊 你看女性观察员 两个男性观察员说 哎 我们帮你啊 有理想好 女性说家庭更重要 对吧 但我可能觉得 我觉得追求和梦想 我是不变的 我就是一定要唱歌 那你这夫人的问题 要不要解决呀 你是想解决 没有办法 还是说 你压根就不想解决 其实我也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解决的事 你没办法解决 你想解决 是吧 是想解决 是吧 那刚才那吴老师 不业跟你说了吗 你得对对 说好话呀 对吧 假如现在夫人在这个现场的话 你最想跟她说的是什么 你可以对着我们镜头说呀 其实 你的眼睛也辛苦呢 我也就知道 其实我唱歌呢 我这个追求和梦想呢 我也 我也主要是想 让你过上好日子 让咱家庭呢 能 过上好日子 其实有些困难呢 咱 我总觉得困难是暂时的 我还是希望 咱古从来 面对着困难 终于 在观察团与主持人的鼓动下 大葱哥这个不善表达的质朴男人 面对镜头 第一次说出了 希望妻子能回到自己身边的愿望 多年来两个人每每聊到唱歌的事 总是会发生激烈的争吵 一个不让唱 一个非要唱 而吵闹过后 却总是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矛盾如此 越积越深 今天的节目中 置身不同空间的夫妻二人 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尤其听到丈夫对自己的挽留后 王女士终于同意再次回到现场 与他一起解决两人之间的心结 来吧 嫂子 坐 坐 坐 石老师 跟这个嫂子聊 她是真想离婚 还是拿离婚作为一种手段 那我倒想问一下袁大哥 你认为你媳妇真想跟你离婚吗 她省过气就是省过气 桌是省过气 我觉得她两人的心 她是没得我更心的 对 所以你刚才你媳妇 一站起来就要走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害怕 人家真是要离开你 人家回老家要跟你拜手续去了 对吗 所以你刚才我看到 你媳妇走了以后 你还是在这表演 一点都不去追啊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里面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片段 我特别有感触 就是说 这个人啊 他在想 他说我真的成功以后 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我特别希望能够我的妻子和孩子 能够一块分享我成功的喜悦 到那个时候我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看到我的并不是仅仅是观众 而是还有我最亲最爱的人 我的老婆孩子 还有我的父母亲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朋友们 但是真的 你在这个成名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的连这些最亲最爱的人都抛弃了 他们都离你而去了 想象一下一个孤家寡人站在了舞台中央 所有叫好的人都没有一个是你 是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 你觉得那种滋味好受吗 孤独吗 我叫两个都有 所以我相信 唱歌固然重要 但是对于你的亲人 和孩子来讲 我认为他们真的是在你心目当中 一样的重要 所以我今天建议你们 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权衡 我们既唱歌 然后我们 跟老婆之间也达成一致 说怎么样才能平衡好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看这样好不好 现场的心理专家用一个简单的小故事 营造出孤独的成功者形象 让大聪哥意识到家人的重要 现场更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对妻子做了表态 你能不能为了老婆孩子的好生活 踏踏实实认认真正的做事 这个态也能表 听到这样的承诺 王女士也倍感欣慰 也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本场对夫妻俩的矛盾调解 终于有所成效 夫妻俩终于学会了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大聪哥开始用心体谅妻子的辛苦和不容易 王女士也懂得一味反对丈夫唱歌 其实会使得其烦 经过心平气和 为对方考虑之后呢 相信他们会一起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在解决完夫妻俩矛盾之后 我们也被大聪哥这样一位质朴的农民朋友 对自己梦想如此坚定的信念而深受触度 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位神秘来宾也备受感动 今天他的到来将会给予大聪哥怎样的帮助 大聪哥一家的生活究竟能否就此改变 不成名不成大家没有大舞台 在小舞台上演唱你愿意吗 愿意 我对踏实的理解是说 我有一技之长 唱歌算一技之长 对吧 我有一技之长 我怎么把这一技之长 我能转换为一种生产力 这是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吗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这个神秘的嘉宾 我们来请这位嘉宾上场 来 掌声有请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许国燕 从事演出策划 艺人包装 还有演出经济这块 谢谢大家 好好来 请坐啊 你去跟大嫂坐一起吧 好 今天你是来帮他们的吗 一听也是山东人是吧 对 山东哪的 山东林仪 哦 林仪 你们山东好像最近出了一批 像这位袁大哥一样的艺人 是 我刚才在台下 听了半天 特别着急 因为什么 我看袁大哥这块啊 特别的朴实 而且唱歌 音色 音高 节奏 特别的好 还有情感 融入的很合理 他唯一现在欠缺的 就是这个舞台经验 还有节目的设计 你看我曾经 也直接或间接地 帮助过一些草根明星 有我们山东的草帽姐啊 还有西兰女孩啊 等等 所以说我觉得袁大哥啊 和嫂子今天到这种情况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没有本人帮他设计 我觉得就是目前来说 以袁大哥现在的水平来说 作为我来说啊 我可以现在来保证 一个月 保证它不低于两场的演出 现在不敢说太高演出费 一场演出费 就是包括它的吃住行 吃住行我们全包 一场不低于三千块钱 一个月不低于两场 那就说 一个月六千块钱的薪水呗 对 六千块钱的薪水 一年下来也七万二呢啊 搞得好这个饥荒 一年差不多就还上了 对 不行不 不行不 让他去追梦不 有恋爱的薪水能帮忙 谢谢 谢谢 你愿意去不 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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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去啊 站在舞台上我就 就是你的梦想 就是只要站在舞台上 不管舞台大小是吧 对 那我想其实我们解决了 这个问题的话 就解决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冲突 是这样吗 这你愿意吗 这样我同意 还离婚不 不离了 家里需要你去种葱的时候 回去种不啊 嗯 葱啊 葱 同为山东老乡的专业演出经纪人 许先生 现场向大葱哥和妻子许诺 自己可以给予他们帮助 有了这样稳定的演出收入 相信大葱哥一家人的生活条件 很快会有所改善 大葱哥对于今天得到的帮助 喜笑颜开 面对老婆时 更是向他说出了多年以来的心里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 原老兄啊 应该是不善于表达 你要不来个行动 或者呢 你表达两句 让嫂子高兴高兴 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 对刚才我就让他表达 他就表达不出来 说要不然为他唱首歌吧 我问你啊 他唱歌你特讨厌听吗 讨厌不 讨厌听 真讨厌啊 你看人讨厌听你唱歌就别唱了 其他的表达方式会不 我这给他唱了歌吧 人家讨厌听你非要唱歌 你不是找架吵吗 看我那只大葱好啊 不是这样 我来给你设计一下 你要非想唱歌吧 前期要有个铺垫啊 你说老婆 你辛苦了 我用语言没法表达 我不会说话 我用我歌声表达出来 这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要设计吗 这设计好了来吧 来吧走过去说呀 再站近点 是你老婆不 我真不会说 来吧说嘛 这都要上舞台了对吧 不好意思 可以叫孩儿他妈也行 你辛苦了 我下面呢 我想给你唱一个 唱一首歌 那个 行不 啥歌 歌名 老婆你辛苦了 好 好了 行吗 高兴吗 歌名叫老婆你辛苦了 来来听一下 听一下 唱一首歌 七早谈黑剧暖火 下班回来就下厨 一天三顿家常饭 一年三百六十五 买菜烧水洗衣服 家有儿女相悠 为了孩子操碎了心 一年三百六十五 七早七早也挺辛苦 辛苦围绕全家父 一年三百六十五 一年三百六十五 买菜烧水洗衣服 我日子长八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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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子的精神 有点难为就满足 七子的天心 我日子500 你这孩子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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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俩坐一起 你们俩坐一起 在这个鼓励人人实现梦想的时代 这个种大葱的普通农民 经历了种种坚持 终于将梦想开花 愿大葱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能够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能力 为家里减轻生活负担 在此我们也希望 两口子辛辛苦苦种的大葱 来年能卖出好价钱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订购异项 请向大葱哥联系 希望观众们都来购买我们的掌球大葱 我们掌球大葱 真正的绿赛视频 无无烂 无公海 希望大家购买 谢谢 谢谢老师 别谢我们 这个看了广告的朋友 需要冲着找他们联系 还是打广告 最后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 能给你们的生活一些启发吧 因为梦想和现实 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如果说一定有冲突的话 那是那个 要完成梦想的人 没有找到现实和梦想之间的 那个平衡点 其实一旦找到了很多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祝你们一家人幸福 谢谢许总 谢谢观察员 谢谢我们的石老师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